噁喔 噁喔 噁 你吃了 跟各位介紹的是這隻咬人的鱷魚 那這隻鱷魚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裝置 它就是嘴巴這邊 各位看到有一個距離偵測器 距離偵測器我們待會會測試前面 就是有沒有東西 距離是不是在它的範圍之內 我就要命令鱷魚把嘴巴咬起來 那如果在距離偵測器之外 就不要理它 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它這邊 這個馬達在這邊 它會經由裡面的齒輪 馬達的動力經由齒輪 帶動到旁邊的這個齒輪 那這個齒輪就控制它的嘴巴 控制嘴巴的開合 好 那麼我現在來執行程式 我要搖你 動牌 看我的手 放在嘴巴 它就搖起來 然後我程式設定一秒鐘之後 搖到你了 一秒鐘之後就會放開 所以我只要這個動作經過它的嘴巴 它就會搖下去 搖到你了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距離很遠 它就不會有反應 距離近 它才會有反應 搖到你了 放 搖到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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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看到它這個動作 搖到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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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就可以了 來跟著我了 好 好